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可以申请政府加上防疫抗疫基金 但不是人人都能顺利申请 有旅游从业员就说有旅行社嫌麻烦 不愿意协助员工申请 更加说有旅行社冬主收取部分津贴作为手续费 旅游业议会就说抽查的时候找不到证据 提醒提供虚减文书会有刑责 苏正恩报道 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就快出路 上一轮的漏洞有倒不倒失道呢 Jenny是旅行团持牌领队 一月转工去另一间旅行社 四月政府推出旅行代理商及从业员支援计划 她原本可以拿到两期共三万元的津贴 但要经公司申请 老板就说她未满事用期 非常繁复 而且要填很多的表格 她是不肯帮我申请的 有个相熟的旅行社冬主说可以帮到手 提供身份证和领队证就可以 谁知道谈那时才知道有条件 就需要收回个手续费 我和她因为相熄的关系 第一期一次个要给他六千元 我说违法的事我不做的 她说政府的钱 怎会跟你核实查你这么多 连这些钱你都不拿的话 就属于是恶居 Jenny最终找工会出面 和自己的老板交涉 花了一番功夫才获得应有的资助 为什么不是自己公司员工 都可以帮忙申请津贴 因为部分持派的领队和导游 不用回固定的旅行社 他们会接不同的团来做 要申请津贴 就要找派团给他们的旅行社 书面证明他们在2018年7月 去到2019年年底 带了足够的团 份申请会先交给旅游业议会 初步审批再交给政府 旅议会说会随机搜查 看旅行社提交过来的文件 看看它的可信程度 虽然我们也有听闻 但又没有收到一些举报证据 提供一些虚假文书 本身已经是一个刑事罪行 注册处或者议会 如何处理旅行代理商 会籍或者牌照 领队证度有证 可能会采取一些纪律行动 Jenny希望有新一轮资助的时候 可以直接经旅游业议会申请津贴 议会就说要靠旅行社才知道 持牌人是否以旅游业为正职 又说明白有时旅行社倒闭 员工不可以拿出团证明 上星期同商经局 和旅游事务专员开会 反映业界意见 有线电视记者苏正恩报道 一手掌握游线新闻 听我听 听他听 听不听 听我听